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阶级平台的飞行设计游戏 雷电战机 开场我调了一个隐藏飞机 这架隐藏飞机实际上就是辽机的形态 它有两个特色 其中一个是 不能够使用蓄力攻击 这也叫特色啊,这分明是短版好吗 另外一个特点是 它的速度不是固定的 调隐藏飞机的时候光标停在哪架飞机上 隐藏飞机的速度就和它保持一致 实际上默认的情况下 本作只能使用5架飞机 在机台里面设置一下 就能够选择7架飞机 所以玩家通过摇杆的指令 能够选出来的隐藏飞机 是一架或者是三架 这里是第一关 机场的boss 宝石维塔式 本作出品的时间是1996年 这个时期出品的阶级游戏 它的各方面的设定 已经非常详细了 而且相对来说 年代比较晚 所以资料也很好找 第二关森林 游戏的流程一共要打三关 但是第一大关和第二大关 各分为三个区域 所以你也可以近似的认为 本作有7关 每一关最后都要面对一个boss 其中的第一关第二关 第四关和第五关 顺序有可能不一样 它不是完全随机的 根据玩家按开始键 开始游戏的时候 你推的方向的不同 关卡的顺序也有区别 已经见到了本关的boss 野生又数 看起来是一辆巨大的坦克 破坏了它的两门复炮 开始的时候它会清理旁边的一些箭筑 这个时候可以借机对它进行输出 boss的攻击都比较城市化 隐藏战机的体积看起来非常小 所以感觉重担的判定也小了很多 第三关海洋 这款游戏后面还出了加强的版本 叫做喷射版 喷射版默认就可以选择14架飞机 并且还有两架隐藏的战机 喷射版的游戏机制和本作相差的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它的关卡路线 是根据玩家的生命数量来决定的 玩家在上一关是否损失了战机 或者是损失了几架战机 会决定下一关你前往什么路线 另外就是加入了让我生物痛绝的动态难度系统 只要你敢把武器的等级加满 它的难度马上就上升 另外就是勋章的加分机制不一样 原版的勋章系统是你捡一个勋章 然后消灭一个敌人再捡一个勋章 这样的话得分就会上升 喷射版本是你可以把勋章推出去的 让它不断的合成新的勋章 合成的越多得到的分数也越多 合成到最后能够拿到2048000分 大家看我现在的分数只有120多万 也就是说你拿到一个勋章 相当于原版的四关左右的分数 所以高手玩那款游戏都是挑战高分的 但是这款游戏的难度还是有 大家应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 进入了第三关开始 敌方子弹的速度快了很多 不过没关系啊 后面会更快的 所以本作在难度方面 让你感觉更像是彩晶系的游戏 或者是雷电 和雷龙那种 靠判定 来增加难度的不一样 本作看起来难度比较高 但是有三点可以降低它的难度 首先就是它的弹速虽然快 但是指向性的子弹非常多 所以躲避起来并不难 第二点是背板 提前清理掉有威胁的敌人 或者是降低敌人的数量 第三点就是打boss的时候 依靠套路 或者是占安全位 这里就是本关的boss战 这个boss实际上我已经打了很久了 是一艘航空母舰 第三关和第六关 或者说是第一大关 还有第二大关的关顶 都是这种超大的boss 安全位站不下去了 放了一个炸弹 本作炸弹给的还是比较多的 每一个大关过关之后 会统计一下玩家的数据 包括消灭敌人的比例 以及捡到勋章的数量 第四关 雪原 本作除了加强的喷射版之外 西五还推出了二代 后面初代 喷射版二代 放在一起 还在主机的平台 推出了合集 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 故事讲述的是 故事讲述的是有一个独裁者 命令他的军队 攻击不同的地区 这个时候 有人驾驶着代号猎犬的星星飞机 就来反抗 这就是游戏的剧情啊 我最开始看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找错了资料 因为这款游戏的设定 实际上相当细致 每架飞机的移动速度 攻击力 参数都不一样 BOSS也有名字 BGM也有名字 怎么就这剧情两句就完事了呀 这个一会儿再跟大家细说 这里打的是本关BOSS 雪地坦克 雪地坦克是一个非正式的名字 在资料里边 我没有找到他的官方命名 第五关火车站 回到咱们刚才说的剧情 剧情之所以简单 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款打飞机的游戏 没必要搞得太细致 另外就是玩家驾驶的飞机 代号是猎犬 但实际上每架飞机名字都不一样 比如说本作可以选择雷电的 雷电MKR 你说那架飞机的代号也叫猎犬 所以有一点解释不通啊 还不如就交代的模糊一点 另外就是剧情虽然简单 但是里边隐藏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飞机的代号问题 当我看到猎犬这个代号的时候 我就想 会不会本作原定的名字就是猎犬 或者说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它的开发代号就是猎犬 后来一查还真的是 甚至在它的入木芯片上 印的字样也是DG-1 那是什么促使C5最后改变了游戏的名字呢 有些二班可能说了 就是为了蹭雷电的热度 确实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因为C5对本作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 在正式发售之前进行了测试 发现如果把名字命名为雷电战机 那么它的销量会更好 所以最后还是把名字改了呀 刚才打的boss是巨型蓝德 看起来不像是战斗机 反而是运输机呀 第六关天空 本作发售的时间是1996 这个时间点就意味着 它肯定是区别于传统的飞行设计游戏 而在游戏的系统上有所创新 比如说本作可以擦弹加分 另外有金色勋章的模式 你在屏幕上如果集齐了9个金色的勋章 那么后面的金色勋章就会增加分数 另外咱们的聊机也不是无敌的 之前大家应该也观察到 它也会被敌方击毁 在老板里面击毁了就算是损失 但是如果玩的是喷射版 你的聊机被击毁的话 对降低游戏的动态难度是有帮助的 而且这个聊机也存在很多的模式 之前大家应该就观察过 打第三关的时候 我的两个聊机好像是失控一样 和现在的模式差不多呀 不断的移动 由于我选择的是聊机这架隐藏的飞机 导致自己有点看不清目前所处的位置 实际上聊机的模式是根据咱们 捡到第三个聊机的时候 剩余的生命数还有炸弹数量来决定 我聊机没了呀 怎么刚才敌人 就一串子弹消灭了我两个聊机 我补充一下这架隐藏飞机的选择方式 因为有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 在你选择飞机的时候 飞机是分两排的 如果你选择的是上排的飞机 那么你就推方向的上 然后按AB和开始键 如果你选择的是下排的飞机 那么你就按方向的下 再加上AB和开始键 我个人的建议是你的光标 停留在移动速度适中的飞机上 不要太快的也不要太慢 太慢的躲避本作 敌人的子弹会比较吃力 尤其是到游戏的后期 太快的也不吵 感觉控制不住啊 我们的Boss也打了半天了呀 是一架巨型的战机 叫做瓦克斯特号 现在打的已经是他的核心部分 Boss看起来攻击方式非常多 每一种攻击方式如果你提前知道了 我们都不难度 哪怕他的弹速再快 你可以提前进行预判或者躲避 所以了解Boss的攻击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关 敌方要赛 本关要打两个Boss 前面会有一个小Boss 最后一关对面会出现大量的这种巨炮 这种巨炮的子弹反而不是那么有危险 怕的就是这种非常密集的弹幕 然后中间突然出现一两个指向性 这样的话就很难躲 这个小Boss大家之前也见过 是第二关森林出现的野生幼鼠 但这个野生幼鼠是二型 颜色跟之前出场也不一样 之前是在森林的地形 所以他是用了迷彩 让我想起了重装鸡兵的迷彩涂装 后面除了最终Boss还有一处难点 是敌方的几个精英单位 被组成弹幕 在一侧输出之后 大范围的向另一侧躲避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炸弹 但实际上这个炸弹我已经不敢吃了 前方敌人出现的更加密集 不给你捡东西的机会 这里已经进入了Boss战的区域 Boss就是要塞的核心 看起来是一个圆形的炮台 名字叫做大王花 可以说是非常形象了 我手里有四枚炸弹 绝对够他喝一壶了呀 Boss还有二阶段 攻击方式会发生变化 严格来说清理完所有大的炮台之后 Boss还有三阶段 攻击方式会更加的疯狂 这个时候就是大量的使用炸弹的机会了 好的这样的话通关 后面实际上还有二种 但我实在是打不了了呀 那好吧这样一款阶级平台的飞行设计游戏 雷电战机 使用隐藏飞机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